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我旁邊的是計師員 來自反方的歐貝聯同學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店員 政方主任 陳紀錄同學 第一次是徐蘭同學 第二次是林阮潮同學 第二次是曾月昇同學 反方主任 呂曉仲同學 第一次是林子朗同學 第二次是梁兆祖同學 第二次是潘靜文同學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的策字評分 他們分別是崇山書院主任辯論隊總顧問 羅斯華老師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 馮偉鎮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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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十五秒 便會延頂幾下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於各參賽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和介紹完會站評比賽 交由三位評判即場作採決 請問在座各位有沒有問題 現在請正康主臉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向繼承完結 謝謝 各位大家好 踏入二十一世紀網絡信息流通 串流音樂平台的流行 大幅改變了音樂的模式 音樂不一定要由唱片公司發行 公眾要聽甚麼歌也不一定要由DJ決定 大眾可以在互聯網自由探索 對自己口味的音樂 樂壇開話是由以前由小部分人主導的年代 邁向由大眾定義 甚麼是好聽 甚麼是要聽甚麼 喜歡聽甚麼 聽眾的參與度更加成為主導樂壇發展的關鍵 以樂迷選出為主 即是頒獎禮的大多數獎項得主 都是樂迷以間諜的方式 例如點播率、瀏覽量 以及直接的方式 例如現場及網上投票而選出 再說設立頒獎禮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獎項 去加許一眾歌手和創作人 令他們有更加好的表現 繼續創作更加好的音樂 因此今天衡量編題的準則 就應該在於哪一種頒獎制度 可以更有效地鼓勵歌手和創作人 從而促進樂壇發展 樂壇支持編題原因有二 第一 樂迷主導令頒獎禮更有認受性 過去社會大眾沒有那麼多機會 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 但是當前的樂迷已經可以 由不同途徑認識更多音樂 藝術作品也大有主觀性 尤其是音樂更加可以因人而異 再者 流行音樂本來就是當前大眾喜歡的音樂 和古典音樂等等是不同的 大眾根本就不需要懂得任何專業知識 或者技術才可以叫做懂得欣賞音樂 如常所述 頒獎禮的目的就是在於鼓勵音樂人 以樂迷意願為主 反映那個歌手或者作品 在當前的社會受到的支持和認同 頒獎結果由幾萬甚至幾十萬個人選出 絕對比由幾個人選出更加有認受性 何況專業評審的準則欠缺透明度 例如過去香港四大樂壇頒獎禮的專業評審 就從來都沒有公開過評審準則 媽媽頒獎禮甚至沒有公開過專業評審的名單 即使是標榜專業的台灣金曲獎 過去也都曾經被批評過於保守和不接受 嘻哈等等的流行音樂 可見即使是專業都不一定能夠令樂迷順暴 以大眾喜好去決定流行音樂 才是更為合適的方案 第二 鐵盒民意提升參與有助樂壇發展 現今時代吹向全文化 甚麼是好歌 誰是最佳創作人已經成為大眾都會參與會關注的一部分 以前誰值得取得的決定是由全文人士擁有 二十年前只有唱片公司的DJ可以決定聽眾要聽甚麼歌 間接在操控大眾的口味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 不同班獎勵開始設立更加多和大眾取向有關的獎項 例如最受歡迎歌曲獎等等 這些以點擊率、播放率作準的獎項 代表這些數字才可以真實反映大眾的喜好和樂迷的選擇 現時歌迷取向的趨勢 才是影響那些獎項的關鍵 公眾有份選出得獎者 就可以大大提升他們的參與度 透過頒獎例增加大眾對樂壇的關注度 再者這些年度頒獎點 現在已經成為大眾茶餘飯後的話題 可以更加提升頒獎例 以致對於樂壇的討論性 加上一些投票期比較長的獎項 歌手和創作人都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呼籲大眾投票和進行宣傳 令更加多人留意樂壇 有更多機會被人發現樂壇的潛力 從而有效促進樂壇發展 眾常所述有樂為選出樂壇頒獎禮獎項得主 可以增加頒獎禮的公信力 和幫助樂壇發展 因此我方便提議應成立課課禮 正方主題發言時間為4分09秒 古超時無需求分 現在和版商主題有 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後公開繼續的事件 孫天和旭 張宇先生主席 提供在座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光同學提到 樂壇是指關於流行的在阱等 古典音樂是不用理的 所以頒獎應該是以大眾口味為主 但錯了 有光同學便是沒有說過是 還是香港 我們橫顧起初頭間 好像美國的阿美藏 當中除了流行時外 都包括不同類型的音樂風格 例如R&D,著緝樂,甚至古典音樂等等 所以有風說是當時空是一個合作的講法 真正的樂壇也包括所有的音樂類型 作為一個頒獎是要表揚在歌曲類型的音樂有發展或是貢獻 並且具備相當的流線人 也因此用什麼人做評判是要看這個人對樂壇發展更有利 何方反對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專業評審更加符合頒獎禮的意義 頒獎禮好像剛剛所說都是為了表揚和鼓勵 一些有出城的和貢獻的人 如果是由一般樂壇投選大部分的獎看 那便會變成是挑選最受歡迎的歌手 而不是最有質量的歌手 就以香港為例 近年得獎的歌手往往都被質疑失禮和質量不足 江湖則得最有錢和新人獎金獎 但他最初尊的歌都因爲走恩 因爲網民經驗討論和實力分野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議場的獎項 是由案外做評選去投出 而他們便會經過主觀的評審 甚至是偶像的顏色去投票 就算未有足夠的實力都會去難探 令到最終頒獎禮的言語框源無處 同志莎莎收定完諾貝爾文學長 都是根據專業評審去做評審 他們是由瑞典學院一個委員會組成的文學長評審會 整理和推介和緊謝 同時亦都要交出推介理由 最終交由五日候選名單給所有院士投票 按照剛剛有關同學的讀書 是否許諾貝爾文學長 都應該交入全民投票之下最理想呢 以專業評判投票為主 可以確保評審是透過客觀的學術標準來評論音樂 不單是會受戴貝爾的認可 甚至可以被值得加上的人 而且有相應的實力人才 有人才不會喪失頒獎領的願意 第二 專業評判能夠推動樂壇多元發展 就以香港樂壇為例 主要是語語流行曲 但其實音樂是包括不同領域 不同班頭的 包括古典音樂混淆 聊天樂等等 所以這個理想的樂壇發展 是應該百花提供 鼓勵多元發展 透過專業評判正式能夠 確保在各個音樂範疇挑選出來的 特首保證得獎者 並令音樂發展來持多元化 同時專業評審我 我具有豐富的樂理知識 和表現經驗 並且有豐富的創作經驗 可以從音樂不同角度分析 例如語言者的音準及音規 還有作品的原創性及獨鬥性等等 這些只是一些評判知識體 還有他們是會尊重班歌曲的遙創 評判系的臨尾獎 亦都要關注在75%的音樂系 新陸西 支持班歌樂園創生 最後 請問一下 有分紅色 你們究竟同意頒獎 你應該以作品質量作為評審原則 如果同意但又要堅持公眾投票去更好 那今晚獎奧斯卡等等大贏的獎項 是否應該由評審投票才是最好的呢 謝謝 反問主題發言自家為3分47秒 超前回吹透分 接著是公見環節 公面一方可能自由挑選對方的一位便 而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也不得打斷公面一方發言 如有違規 公面一方可即時指出 評判亦同可直接扣分 每次一分 而公面一方予審發言 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 是否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公面分數的時候 必須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為回答分數 第二格依發言分數 好 好 現在正方請自由拍出一位便員作公面 介紹面兩院條同學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便員接受得審 反方主便 反方主便 好 好 正方公面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排行時間 對 是 有分同學請問 有分同意需要以外談的發展為依歸 那吸引到觀眾是否有助外談發展呢 吸引到觀眾是否有助外談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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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不認同 因為吸引到觀眾 例如即時他們是全民投資 但他們還有分別 所以有分同意了 其實我們需要令這些觀眾去關注這個班長 是否 是 但是我不是自願一定起 但最主要是由他們的選出 嗯 所以有分同學請問 專業評審怎樣可以吸引觀眾去看你的班長 因為專業評審能夠公平公正地去控制 但如果是由外談傳出 那就是類似是取決部分的樂迷 但其他的樂迷仍然珍同 我覺得是認受性大了 好 所以其實有分同學其實都同意了 我們需要以關注到 去為鬥談發展的依歸 那我們再來看有分最擔心的認受性 有分同學提出了我們眾志原創性 是嗎 是 那為甚麼台灣這個金曲獎 他拿獎的不是原創作品 而是他一個翻唱的唱片呢 那因為 評判是覺得 他首歌本身他的音樂跟唱真的很好聽 其實有不同的關頭 一定 除了原創性 還有很多不同的關頭 好 所以其實有分同意了 那些評審 那首先有個準則 他都未必會跟自己的判斷去決定 哪個人拿獎金 不是 因為評審有不同的獎金 那原因 但是 單單是那個獎金 他還要用另一些不同的獎金 才可以判斷 所以那方面原創性是否又不重要呢 不是 原創性是其他一個 一個問題 但不是正確 單單是原創性 但當年評審答不到這個標準的時候 為什麼他就是公平公正 但是 評審 評審 評審答不到這個標準 是看他的歌曲本身 原來 只是看那個原創性問題 他有可能都知道 你的標準根本就不合理 就算有一個標準在的時候 那些評審都未必會跟著去做判斷的時候 都會做不到公正 謝謝大家 接著來到 反方公辨 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第二點 接著請你自由選擇 一位便員 受了心 正方便便 正方便便 好 反方公辨 開始 你現在有能分音的時間 有關的 認不認為 班長是著重 包括表演得獎者的表演嗎 對 包括表演得獎者的表演 但是同時 我們都會令公眾更加關注這個 那可能有方法 我們看一看有一年 由 暗迷投選的全美音樂獎 當年的得獎者 最受歡迎的那個得獎者 得獎者 他整年都沒有出過一首歌 但是他上台的時候 表示自己不應該拿獎 這些是否有關同學的質素保證 我沒有說過有關的質素保證 那他如果上台說不同的言領 其實就是他自己的選擇 而他一定是有一些因素 但是他的獎 在第二年直接被取消 一個這樣的獎 是否還代表你 你的公眾投票是有認受性 那這個就是有方言論證 他第二年的獎被取消 和他第一年發生了這件事 他拿獎這兩件事有甚麼關係成功 那無作品都可以拿獎而令 惡迷反而去質疑獎有否認受性 在這樣的情況 你怎樣論證回惡迷的數量 就是正等的認受性呢 我沒有說過惡迷的數量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大眾的趨勢 大眾的取向這些可以反映到 那問問問同學 主要問過諾貝爾文學獎 是否應該加入大眾的判斷 諾貝爾文學獎 和我們現在講的樂牌 是沒有一個可比性的 因為文學你們 同樣都是藝術 有方堂都講的 有主觀性 為甚麼文學 是有主觀性 而文學不行 因為音樂是現在大家可以自由探索不同的口味 但是我們見到社會上的文學 因為文學不可以探索不同的口味 可以看小說可以看漫畫 為甚麼就不行 因為文學是沒有現在音樂的窗細那麼流行 那我們現在是在看 所以有方堂是認為 只要不流行的話 就可以完全去不理一門藝術 我沒有說過完全不理 如果我們完全不理的話 現在就不會有這個頒獎 那你的標準是怎樣 職業評審還是公眾投票 公眾投票 因為我們一有頭到臉 都是說公眾投票會更有應修性 還有可以令大家更加關注這個問題 很重要 公眾投票會議 現在是文學正方第一位 會見了三分鐘的採用時間 準備好請你介紹 2、2、3、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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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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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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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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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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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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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到底评认些什么呢 那些恶迷 观众等等 怎样可以知道这些专业评室 究竟看得到什么呢 我们今天有关又挂了 可能看阴准等等 但这些阴准问题 是不是观众都不看呢 不是因为现在观众都会看阴准问题 所以其实你这方面的专业评室 根本就没有任何特性在这儿 那么有关又是担心一样东西 担心观众就是看人不看歌 就没有投票 但除了有关同学 我们现在先看清楚 恶迷选出不是只是等于投票 有什么是可以通过看销售量 点击量等等 甚至一首歌好不好 我们来看外媒是不是 全部都是只是看样不看歌 现在光南风 相信大家都知道 PSR的颜值都不是公演的帅男 但他要通过故事派里面 是拿了第十一名 而故事派的正正就是销售量 当他整年共售出 五十万二千份唱片的时候 这个正正就可以反映到 他现在这首歌是的确受欢迎 所以可以看到不是所有外媒 都只是看样不看歌 所以又方要认定 就是为什么那些光满是正体 因为不看实力的必见性在哪 而我谈从来都不是 百分百的客观标准的评审制度 而我谈本就是他里面受关注的歌 会随着时间不断转变 而我的口味、吹势等等 全部都是随着于我来选择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观众的喜好 而不是主意的定位 所以以我谈不和我谈 以观众主导为大吹势 为什么又方要议这个电势呢 而为什么颇过未来的发展呢 就是国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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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认为其实乐坛发出你的缘业 是表扬和鼓励在音乐技艺方面 有结出成就的音乐和作品 有个同学认为乐坛发出你的缘业 只是为提供这个关注 但乐坛作为一个音乐产业 不是应该更加注重音乐的艺术价值吗 如果只是为了运营一个平台 那乐坛只是一个弹字和一个乐字 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如果乐坛发出你的缘业 即是一个娱乐大经验 不是对乐坛发出一个专业的认可的时候 那么乐坛发出你和演唱会有什么感变呢 好 第二个网友 你打在何位合适的评审上 有可能是一个网友的 有可能我说到 原来乐坛都可以以知名的角度去看 但却说能够确保不到 所有乐坛都会有这个充滅的知识 那譬如一些乐理上的知识 或者一些声乐的理论 有可能我可以如何确保 所有乐坛都是可以以这些的法 基于这些法囚去作出这个冬决呢 其实有可能我理想可以认为 乐坛主流就是认受性高 我认为投票和认受性一定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我举一个例子 刚刚我方议图都说到 全美音乐奖是美国著名的音乐翻唱例之一 如果有庭审方式 就是由乐坛投票去传出不准者 请歌手呢 布朗克斯在翻唱例里面 因为支持者更多 不得最受欢迎令人掌 但他之后上头 他表示其实自己根本那一年 都没有发行任何的作品 所以他根本不认为获奖 所以这件事当他发言传出了之后 真意是大到令到这个奖取消了 其实有可能我可以如何确保 乐坛投票是不会因为主观的东西 外贸性等等方面的指标 去认为评审准质呢 反而我方的尊业评审 是有实体的准质的 即是他们的音乐 他们的音速 原创性 难度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有实体的准质 有可能我又可以如何确保 这些乐迷的素质是有 这个音乐的背景 也有这个能力的作出这个评审呢 另外我方和我说到 我方的评审比较透明 但其实我刚刚都说到 我方是有这些专业评审的准质 亦是一个缓纳 是让这些专业评审成为评审的 所以反而我方的评审 他们是那个盲目支持自己 所得起来的方式或是团体 例如性格 我骂紧的主角 其实可以看到 世界上专名的音乐观传点 是客人的诸龙像全英音乐 他们的评审阵营全部都是 由根本的产业任职 不同的专业人士组成的 例如装曲家 庭持人 天鹿姐等等 这些人都有一定的音乐背景 对这些认为他们更加有权威 去办法掌控地 做出一个评审的评审 第三 我和我对乐壇长连发展的方向 是有这个异议的 我和我就是说乐壇 乐壇应该有这个关注度 但是这个是普段时间的说法 如果持续之后由乐壇去投票 那作品就会由上海会的主流决定 变成鼓励乐壇去 跟随乐壇去 跟随乐壇去的音乐 那发展就会出名 甚至是会造成人材的浪费 好了 那再想问一个方向 如果不应该是专业的评审 做标准 今天这次专业的比赛 是否应该有三个的评估 去评定 不如由观众投票 请请出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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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第一副点 发言时间为三分十一秒 无超线无需求分 接着是正方第二副点 还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大家继续的事件 主席 评判 卓卓 各位 大家好 听完有方对我的发言 用一个字来概括有方立场 就是普贪 为何呢 有方有希望提高关注度 有希望提高应受性 而我方见不到两者方案 为何可以定行 多知评审选出来的歌曲 和乐迷的意向有冲突的时候 然后有方想要哪一样呢 第一是想要专业 或者获掌者 不是广泛乐迷所支持的 还是第二 有关注 但是无法确保专业性呢 刚才有方解释清楚立场 而我方刚刚是一副环子 已经质疑了 他专业性在哪的时候 我们再来審试一下 为何有方的评审制度 会令两样认识性和关注度 都乘搭不到呢 第一有方逻辑不合理 有方一出来就说 那些评审有它的准质 所以就有它的认受性 而我方看不到两者 必然关系在哪里 我方刚刚在质疾心环子 已经质疑过 你有个准质力 那些人是否真的会跟随 而有方同学就退 又说 你有不同的准质 你只要不是满足这个 你满足其他就行 而我方看不到 今次评审的独特性在哪里 我方因为看到的是 乐迷都可以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当有方想要有更广化的庭审 法围的时候 我方看到乐迷才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再来 有方今天又对于认受性问题 有方今天在透明度说不过去 有方看到今天的庭审不公开 庭审准质不公开 例如功福奖 是主席自己选谁是庭审 然后自己入围去拿那些赊助人奖 再来功福奖的庭审是什么 是传媒记者不同的讨试 而我方就看不到 你方连这些庭审制度 都不公开的时候 怎样可以达到你方所说的公平公正 我方已经见到了 有一方今天已经同意了 其实那些专业评审的认受性 方面有一方已经过不过去 因为当这些庭审准质通通不公开 就算公开了的时候 有一方都无法力供应去信服这个奖 那你的可信性和认受性在哪里 怎样可以增加这个班队的公实力 有方通通说不过去 有方又说 那认受性方面 我还没有认受性 你投一个歌手 他没有作品都拿奖 我方先看这个例子 他拿的是什么奖 他拿的是最佳思量唱片奖 不是 我方看到的是 你首先给我举出 他拿的是什么奖 如果他拿的是最佳歌手这些奖 我方不明白 就算他没有作品 但是他本身已经受欢迎 他在那一年影响力很大的时候 他也有资格去拿这个奖 有方这个例子 就是以天赛全 再来 有方今天是错判验方 认为我们可以提高质数 然有方看到的是 我们的乐迷 都可以有他的质数保证 有方是要乐迷为主导 而主要评审都可以做副总 给他一些评语 有方看不到 为什么乐迷选出的就没有实力 再来 有方如果连认识性方面都说不过去 连哪个验方我都不知道 再比较 哪个受欢迎的时候 有方看到的是 主要性说不过去 我们就要看 哪个更受欢迎 才可以鼓励乐迷去投票 去鼓励那些歌手 去继续发展这个乐坛 和今晚制作人 所以 结论是乐迷为主 可以参考 现今的趋势 更加值得参考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正方第二负面 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无超线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第二负面 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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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双方的三大分歧 其实双方前段要颁奖 是认受性 作用上的分歧 有方和我们说 颁奖的价值 是取决 取决于它对大众的娱乐性 换句话来说 其实有方和我刚刚都已经 承认了梁文学奏 这些主流 没有人体的主流 其实是没有价值 可以取消的 我刚就认为不是 艺术 音乐不通是一门体述 不通是补用 很喜欢的成分 我刚都已经讲过 喜欢庭审去做评论 例如原创性 创造难度 演奏难度 这些方面的考虑 公平地判出一个 就问的优劣 不考虑这些质素 有些人是否认为 任何有艺术程度成分的奖励 例如电影教室卡奖 甚至说 大美奖这些 都因为蝶乐性 而完全是不顾及专业的考虑 相关在应受性 关于有分歧 有方法 关于是应受性 取决于大众的供应 和它的成 它成不成为这个奖励专业 那我们看到的是 2022年间 尤其有专业评审的 奴隆比奖 收市率为2,000万 是欧洲最大型的公开投票班 就是欧洲变化奖 他足足四倍 无论在宣传方面 将音乐法圆域或是应受性 都比这个最大公开投票 有方法怎么论 就是恶迷投票 就一定会有应受性 还有 就算恶迷投票 都不一定有公平 结果是 姜濤在赢德文 叹差乐谈 最受欢迎 歌曲大奖之后 有些社会家 你真言 做人质疑 或者是真力失战 有方同学问我 布洛克斯拿的是什么 是年度最受欢迎 作家大约是年度 衡量标准 应该为那一年的作品 有多受欢迎 而且是由作家自己赶 自己都不值得来 有方同学还认为 是公平 我见有方同学 是没有实际的数字 去得出一个应受性的结论 双方在这个 评判的评论上 都会有一个分歧 有方同学说 我们改单 但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条定义上 已经出现了问题 有方将这个暗迷票损 划分为间接和直接 但我们看到的是间接的象 但这个广告话 是单以大数据 就是可能说 我在一间餐厅里面 在播一首歌 不断循环的播 都会计进去 而且可以出现 粉丝灌票的情况 灌票都不是一个 灌票都不是一个 罕见的状况 曾经有这个 韩国的西关大厂里面 有方同学说的 TXY和Blackpick 这两个的粉丝 用假象的灌票 分别多出了 30万和160万 万个最后离聚的费票 可见的是 其实有方同学的行为 要讲 因为是不公平 而且不合适 亦不负责任 到最后 其实我们看到 以香港的乐坛围 而被人说 除了主要音乐 以外古典音乐 这些全部消失了 请问有关同学 到底是否应该以作品形式去判断和受识 多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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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关同学 可即常提出 属实的话 该边缘所属一方 将会并不会扣长不分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自由辩论环节 即 自由辩论环节 现在开始 请正方发出 或边缘首先发言 请问有关同学 今天说 喜欢评训评会跟音乐 准音乐 或者越创性读得性 甚至难度 这些评训评训评论 是不具体的小限 请问有关同学 你刚提出的这个评训 是哪一个班长演的 是提出的呢 这个是客观的表长 我想问一下 有关同学 你仍不认同音乐的班长演 应该是由音乐分手决定 我看到的是你不单单易作品 去衡量他一个人 是否有营兽性 你刚才提出那个人 拿的是最受欢迎奖 难道这些奖 是由专业评训评判断吗 我们说的最受欢迎奖 正是恶迷选出二国作家 觉得自己不应该拿 而且有关同学问 我们在哪里得出 这些衡量标准 根据这个格林美 掌业专业评训评准 我们会分开91个不同项目 分开电子音乐 再以不同界面 由两位专业人士推荐 而且相当发行专业知识的人去投票 请问有关同学 有关其实由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专业的证实是什么 是什么提言 然后刚才我们公面网站也有说 有关都已经承认了 其实某些奖 他们是会评估各自有不同的考虑 所谓的专业 其实都是不一致的 那你问有关同学 为什么你们这么确保 是所谓的专业 是可以作为一个准室 现在我们 我发现到的是 但是因为认受性 才是最需要作为考量的一个原因 有关同学有认外 但认受性就代表到 认可了一些音乐人 或者你作品的音乐的质素 或者他们的实力 有关同学 现在我连专业平手的名单 都不公开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哪个专业平手肯定我 有关同学 才不知是某什么样的乐迷 有什么音乐背景的乐迷去选出这些奖 为什么看音乐好不好 都需要音乐背景 看音乐好不好 固然需要看音乐背景 你一个音乐的巴掌 为什么不是看音乐质素 和他的音乐见颜 是看什么 只是看营兽性 那这是音乐巴掌 为什么不直接开演唱会 有关同学 你今天要看的 就是要行动一首歌 好不好 为什么我们要释放所有乐迷知识 释放所有知识 释放所有知识 才可以判断一首歌的好坏呢 我方见到我最喜欢的歌 就是引起我共鸣 为什么要有这些知识的质素 才可以判断一首歌的好坏呢 我方不反弱 可以由我最喜爱 或者以乐迷的认受性 去决定这些奖的奖出现 但他们应该是一个音乐颁奖练的主流 主流就应该以音乐的质素为先 有关同学不是吗 为什么 为什么如果有乐迷的认出不开 会有得数 有可能我认识 我认识每一个乐迷都有一个音乐背景 我已经是以前了 所以其实你方的观传程都不听 我方说了 乐迷的特质声音 就是正正它 不需要任何专业的奖出 已经可以判断一首歌 是否受欢迎 是否最喜爱 然有些已经通通不看 我想问 如果 现在 有什么看法方法 可以提高乐迷的关注度 那我们都觉得 贾民美长 专业拼声都没有关注到吗 你方的关注到 是否和你的拼声准备有关 在贺帝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也见到 革命美长是全球最受关注的 一个班队员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它歷史最長 那為什麼其他一樣歷史人口的入宮眾傳出的 例如MTV EMA沒有那麼受關注呢 所以其實入宮根本都想不到 為什麼是專業評審的準則 才可以令這個頒獎禮的驗受性和關注度提高 我看見市民自己在頭上看著樂壇的趨勢 是不是可以增加他們的關注度 那即使他們增加了關注度 那對我們提升樂壇的藝術質素又如何提升呢 現在提高關注到的原因就是 它令到整個樂壇發電 我現在有一群觀眾認可的時候 我們更加可以用這個推動去發電 為什麼不可以發電呢 但我們見到藉此去歌手被人回獎 被惡迷認可 但他們的實力一直都是這麼差 去英文蒙提升的 例如韓國女團IVE 他們榮獲了媽媽的女子新人獎 但是他們根本就受到很多質疑 比公然是假唱 那有通常講的就是素質 好 等一會 為什麼專業評審一定可以考慮到素質 我看到台灣公布獎去2019年 評審的主席可以引自己的 自己的一個評審團出來 而就是這個主席 最後得到他自己一個最佳的專輯社會人 這個公平呢 我們先說回台灣的一個獎 其實有一次是因為他有一首歌 有抄襲的問題 而現在是備受討論 我們看到的是其實他都有一個準則 他所判斂的準則是說 那首歌只要在之前 因為它是電影配樂的範疇 我物照之前不是在其他的電影配樂 出現過 就屬於一首新的歌 可以立藥考慮 而表揚他是表揚他 不僅是尊重 不僅是尊重的立藥 都可以受到大眾歡迎 有可能我們討論的獎項 但不討論的獎項 但有可能你討論的那個獎項 他現在那個獎項 他的獎項是在原創性的時候 為何你通過 他都是以參考一個之前的音樂 做一個底的事 為何這個有原創性 就因為他一個準則明確的獎項 列出來 他說如果在法律上面 證明有任何版權抄襲的問題 就可以取消他的參獎之間 可見的是這條標準 納得十分之清晰 他標準納得清晰 但是他不跟的時候 為何又討論不到 他都說法律方面要證明到 他有這個抄襲反權的問題 才會取消他的獎項 有方今天看專業評審 就是看他的法律之間 是不是 我看見不是 我不是投出 為何他就是 這些是不是就是違法的獎項 我看見不是 再來有方都承認了 金服獎是有爭議的 他是不是無法反應 但是最喜歡的一種趨勢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 我通常都給不到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不是投出來的 所以這番專業評審 是給我方的評審 大家一個好評 長方已用盡其發言之間 正方現在上月六秒 開始由派出電源發言 所以這番專業評審 就是為了鼓勵歌手 當你主要性的方面 那一部會透明到又做不到的事 我問見到你是要行人公眾喜愛 多謝大家 謝謝 正方的發言時間 正方的發言時間 亦以用不自由議論環節 結束 請問在座各位 有沒有發言 臺上的願意尋發言 好 現在是結帳環節 相當結帳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請問在座位置 請問在座位置 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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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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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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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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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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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